孟加拉选文会今天宣布 原任总理哈希娜领导的人民联盟 在30号举行的全国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 哈希娜成功第二度连任总理 反对党斥责大选不公非常荒唐 要求马上重选 孟加拉政府在投票日 以打击假新闻为由关闭了网络服务 外媒分析这是为了打击反对党的 网络政治宣传平台 孟加拉大选成绩出炉 原任总理哈希娜领导的人民联盟 在350个国席中横扫287席 哈希娜不只取得压倒性胜利 还成功获得第三个总理任期 只赢得7席的反对派民族主义党 党魁胡桑强烈斥责大选荒谬至极 坚持拒绝接受选举成绩 要求选委会马上宣布成绩无效 立刻进行重选 投票日当天 当局切断所有的通讯网络 更禁止私人电视台营运 胡桑炮轰执政派恶意操控选举 还故意制造骚乱 暴力打压 大批选民被恐吓 投票箱早在投票开始前 就已经装满了选票 至少221个选区都出现舞弊事件 全国各地的选区只有一个现象 乱 尽管有60万军警镇守全国4万投票站 但是执政派和反对派 大批候选人和支持者被人暴打 到处都是暴力骚乱 至今已经有17人葬命 20多人受伤